CPU0s是简易的CPU但是是完整指令级的 但是它没有处理中断 那CPU0i是简易CPU 它包含CPU0所有的指令时做 而且有中断 有中断 那现在我就要告诉各位中断怎么做 那其实之后还会继续延伸 像可能会CPU0的R板我打算做那个有重定位在人气的 relocate 那F板打算做有浮点数的 OK所以它会一直在长大 那所以我们目前做到这个还不能算完整 好 不过也就是这样 东西总是没有做完的一天 好 那现在呢测试程式跟刚刚有点类似 但是前面你会发现这个程式改了 有没有看到 这是什么啊 error 我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个指令为什么这样啊 前面四个指令为什么都是jump 还记得好像上礼拜刘恩成有问过一个问题了 中断向量表 这就是中断向量表 OK吧 00的地方呢是reset中断 04的地方是 是其实叫abort中断 那目前我没处理 所以就是jump到error 那error是怎么呢 就再jump到error 所以什么意思呢 无穷为全就让他当 这些没有处理的就让他当 懂吗 让他当了你就会知道啊 他当了 那 那 原来这段我还没处理到 好啊 好 让他当 那有处理的呢 就不能当了 有处理的jump到reset reset 在这里 重置 那这个有处理的irq就jump到irq irq就是硬体中断 硬体中断 好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是重置的话呢 也就说真正的程式会从第0个指令开始执行 执行之后他会跳到这个24 不对28继续执行下来 跳到28继续执行下来 跳到28继续执行下来 那执行的的 后28之后的过程跟刚刚的就差不多 只是我截掉了一些指令 为了要塞前面这些 那所以就没有测试其他完整的指令了 但是反正已经测试过了 无所谓 那接下来呢 这个重点是这个jumpirq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硬体中断 外部的硬体给你说我要中断的时候呢 你就跳到这个irq来做 那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 就是当我一颗cpu被中断的时候 不是随时都可以中断 我在tick tick正在执行到一半 比如说第三个tick 第二个tick的时候 我不能够乱中断它 不然你执行到的东西会变错乱 只有在什么时候可以中断 就是我在tick0的时候 我指令都还没开始执行 我可以中断它 那所以只有tick0的时候 才可以进入中断状态 它才会跳到可能是reset 或irq之类 好那这里剩下的测试 4×4就跟刚刚都是一样 那接下来就是cpu0i 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执行结果好了 好变异OK 那执行VVP 好变异OK 那执行VVP 好这就是执行结果 那我解读一下执行结果给各位看 各位可能会比较知道我在做什么 第一段就是把记忆体载入 这应该没有问题 记忆体载入然后印出来 所以这后面XXX就是它 它程式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边都没有载入到 那我会多弄一点 免得不够 不够的话就麻烦了 那多一点的话没关系 多一点的话只是浪费记忆体而已 浪费一点FPA空间没关系 好那接下来呢 一开始就task interrupt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就是重置中断 一开始就会执行重置中断 那重置 这很合理嘛 电脑一开始就是reset 你按的reset才会开机 所以一开始执行重置中断 重置中断的代号是001 好接下来呢 他就开始执行 因为一开始执行重置中断 他就会从程式技术器0的地方开始执行 那这跟之前的做法很类似 那执行执行你会发现 他执行执行执行 执行到48的时候呢 又来了一个中断 这中断是什么呢 011 011是这边IRQ中断 IRQ中断发出的时候 他就把它中断 中断之后你会发现他很奇特的是 这里从0一直执行到48了 已经到48了 下一个应该是4C才对 可是呢 他不执行4C 他执行08 为什么 因为被中断 被中断 因为他是IRQ中断 所以他执行到IRQ的对应位置 就是08 执行08的时候呢 当然他会进入这个IRQ的中断程式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中断程式 好IRQ的中断程式 好IRQ的中断程式 是不是OK 在这里 他这边进入是不是程式计数记载08 对不对 08 08呢 结果他会跳到10 他不会跳0C 他会直接跳10 因为这里是一个Jump 辞令 Jump IRQ 所以要跳10 跳到10之后呢 就继续正常执行模式 1014181C 到20的时候呢 他执行一个IRET IRET就返回了 返回回到哪里呢 回到上次被中断的那个层次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执行到1014181C 2020的时候就返回 返回回到哪里 回到4C 为什么是4C呢 因为上次是48 48 48的下一个指令应该是4C 所以是4C 懂吗 这样可以理解吧 那边OK吗 好 那所以他执行这边到4C OK 那4C接下来呢 一样就顺序执行下来 50 545 58 68 这个中间有一个Jump 所以68 7C 6C 78 这里应该又有个Jump Jump或Return 所以就78 看6C是什么 6C是扣上 6C是扣上 所以确实会跳 跳到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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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78之后呢 又被中断了 又被中断了 所以又被中断了 又要回到这个中断常识去执行 OK 所以又在执行这里 那我这个中断常识做什么 好像没有对得很齐 中断常识做什么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中断常识你注意看 它把Timer这个值 Timer一开始是0 OK 它把Timer这个值呢 载入到R9 然后再把1呢载入到R10 然后呢 ADDR9 R9 R10 也就是说把R9呢 也就是Timer 加1 加1之后再塞回给Timer 再塞回给Timer 好 所以这样你看到了 我每次执行一次IRQ 这个 这个Task Interrupt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它这边呢 它这R9会变成1 对不对 一开始0嘛 它执行第一次会变1 执行第二次呢 你看 R9变2了 执行第三次呢 R9变3了 执行第四次R9变4 这可以有什么用 这个就是作业系统多工的基础 多工 怎么样做多工 当有人霸占CPU不放的时候 我利用时间中断 时间中断 时间中断去把它控制权强制取回来 所以这是多工的基础 我用时间中断把强制 控制权强制取回来 那我在这里呢 我只是做 只是做计时而已 但是事实上呢 作业系统会在这里塞一段程式 这段程式呢 会把控制权抢回来之后 把把控制权再交给另外一个程式去执行 这个就叫行程切换 Task Switch 所以这样有办法把计算机结构跟作业系统串起来 所以这个timers是ID呢 这个 这个timers是一个整数啊 跟什么 程序的ID 不一样不一样 这个只是技术而已 那程序的ID 对 这只是计算中断几次了 程序的ID很简单 就用一个阵列像这样 程序的ID用一个阵列像这个 像比如说像这个 对 对 那比如说我 我假设我放 允许最多100个 100个行程同时执行 100个Task同时执行 那我这边就放100个就好 我就宣告一个100个Task的阵列 100个其实太大了 一般迁入式系统 绝对不会允许你用到那么多个 如果是这种的话呢 是 是 会比较多 但是太多 你也会觉得 他的效能会有问题 是吗 对 对 对 那如果你 他 他不代表那个ID是他的第几个 对 他只是ID而已 所以那个ID的数字跟他到底有几个Task正在执行是没有关的 他几个Task正在执行 其实就是就是你看那个系统管理的那个画面就知道 通常不会太多了 就是就是几百个就算是非常多了 有没有 你看Windows里面已经算超复杂的电脑了 那几百个就已经算很多 如果你你的Task越来越多 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电脑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对 太多次是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有必要 就说你在这边你设一个阵列 然后你就在这一个 IRQ的时候呢 就去取回控制权之后呢 把那一个 那一个 正在执行的Task状态储存 然后呢 再把下一个Task叫起来 把控制权交给他 这样又可以让他继续执行 那就不会让一个程式卡住 让其他的程式就觉得好像全部当了一样 那我要说的就是 那IP你流水号 通常 我看还是 IP你流水号 那 表示我一定会有个 技术器 然后 你不知道流水号下一个 通常也是会有技术器 没错 因为他发的时候 他可能就以 1234这样一直发下来 嗯 要一直发 那种是 我这里只要在一层一层 发 还在哪里 嗯 那我从而去控制说 我哪个程序要干嘛 哪个程序 他作益系统 其实不管你哪个程序要干嘛 他就是把控制权交给你 让你自己去做 然后我一直说 如果我把它Kill掉 啊 Kill 对 然后 对 因为我要说是 ID在这里面 他会说 一个暂存器 或是 ID其实 佔的不是暂存器 因为暂存器 没有那么多个 你不可能放暂存器 他某些时候 这个ID可能会放在暂存器 某些时候 就是那个行程正在执行的时候 OK 对 啊 平时他不需要 平时就放在记忆体就好了 啊 而且那个 那个Task如果 死掉了 已经执行完毕了 或之类的 啊 就 那个ID就 就没用了 对啊 就从那个 从这个阵列里面就可以拿走了 啊 而且像Lanus 他根本就没有 没有所谓的 就是Task 数量的限制 因为他 不是用这种结构 他不是用阵列 他是用链接串列 对 用链接串列就没有限制 只是你Task很多的时候 他当然还是会慢啊 OK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其实已经开始在示范 我们其实 有了中断之后 我们就可以支援写出一个多工作业系统 好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一下 好 这个是测试程式 那 真正的组程式怎么写 真正的组程式 其实看起来跟之前都很像很像 但是呢 有一点差别 我们加了一个这个Task 加了这个Interrupt 这种模组 那这个模组呢 如果他是Reset的话 我就做什么动作 那你可以看到 我做了什么动作呢 如果Reset的话 程式计数器就变0 OK 如果是About 程式计数器变4 IRQ的话 程式计数器变8 这是为什么刚刚会跳到8的原因 因为我们是给他IRQ中断 所以他程式计数器就跳到8 直接跳 直接跳 对 直接射到那里 开始执行就好 好吧 但是你的LOR要先保留 不然你回不去 所以LOR要保留 然后把它射到那里 开始执行 好 那但是呢 这里会有个问题 因为你外部中断的讯号 可能会一出现出现很久 所以我只能够让他跑一次 不然的话 第二次的话 LOR又会被PC盖掉 就完蛋了 我之前写程式错就错在这里 所以这里又多加了一道防护 让他呢 你拉起来就只会做一次 只会做一次中断 那一直到恢复到 恢复成正常执行状态 之后才可以再中断 那所以呢 我们的 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把原本的那个程式 改成叫Task Execute 就正常执行的状态 那所有的程式都搬到这里来 Task Execute里面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主程式就是一个 always always呢 如果reset的时候 我就执行Task Interrupt Reset OK 如果呢 reset这条线 如果是1的话 就执行reset 如果它Tk是0 这时候才可以中断 不是随时都可以中断 Tk如果是12345 那是不可以随便中断 那Tk是0的时候呢 而且它的iType不是ese 就是中断的形态 不是正常执行状态 那就中断 就中断 OK 那否则的话呢 就是正常执行 但是在正常执行以前呢 你要先把中断状态先切回 切回来 就说这时候是正常执行的 就不是在中断 不是int 就是不是正在中断里面 要切回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程式 最后就是测试程式怎么做 测试程式呢 你注意看 我一开始呢 先把reset设成1 所以让整个电脑重置 对啊 到了200的时候呢 我把reset设成0 这时候重置已经完成了 重置完成了 那而且iType是ese 让它正常执行 那到了10万的时候呢 我强制要结束 不管它有没有结束 我只执行这么久 那这个只是一个 不应该这样写的啦 只是我们测试的时候 是这样写 把它当 那接下来呢 有一个这个 always这个重点 我每1000奈秒呢 我就让它中断一次 每1000奈秒中断一次 所以你会看到我这边的部分 我都是在990 有没有中断了 再来 2230 又中断了 这里 有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 就是 2230 always 1000 照理讲应该会在1000的点 为什么跑到2230才中断 1200 1200 也不是很有 对喔 1200 对对对对 没错 1200 因为这里又延迟了200 所以真的变1200 没错 那合理 所以1200 然后2230 然后再24 没错 所以是以1200的配数 对 1200的配数中断 1200的配数中断 1600没错 所以这里又多了一个200 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 所以这里应该设800 就会变1000 好 那这样子 他每次到了这里 他就中断 中断他就执行中断常识 你可以看到08到20 这个都是中断常识 有没有 所以每次中断他就执行08到20 但是呢 20之后这个通每次都不一样 有没有 4C 这个7C 这个是88 为什么 因为他中断点是不固定的 我谁 只要到了1000 我就中断了 但是到底中断在哪个辞令是不一定的 所以这个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不一样 但是每次中断都一定执行08 这样看懂了吧 好 所以我们的测试 这个在模拟什么 timers 我在模拟timers 在 在电脑里面其实都有一个 实脉晶片 那我只要让那个实脉晶片 到了什么地方呢 我就发出一个中断信号 所以通常我们一开始呢 可以设定那个电脑的中断周期 就让他实脉晶片呢 到了某个数字之后 他就会开始发出中断信号 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时间中断的功能 那我现在就是用这个always 来做时间中断的功能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这样清楚吗 那所以最后的程式呢 其实跟之前差不多 只是他有用IRET 就这样而已 那有加了一个 有加了一个Task Interrupt 和把原本的程式包成Task Execute 就这样 那这样子我们就达到一个 有中断的CPU的功能 OK吗 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没有的话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 好 那 呃 一件事情